新動大未來幫您找錢來 各位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主持人院小婉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 但現代人生活忙碌 想吃美食 未必得要自己動手做 為了省時間省力氣 外食的人口現在越來越多了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我們看一下台灣目前 有93%的民眾都有外食習慣的 而其中更有33.74%的人 每個禮拜有7天 超過4天是在外頭用餐的 所以花費自然就高了不少 到餐廳或館子吃飯的花費 佔家庭消費的比重 也越來越多了 逐年在攀升當中 現在看起來有超過7成的人 每個月的餐飲支出 是大概約達6000到12000塊左右 這個外食人口 讓台灣的餐飲業業績逐年攀高 但是外食的商機蓬勃火熱 外食的口味 可就不能夠一層不變了 同樣的主食換一種醬料 它的滋味有可能會更美妙的 因此用來搭配主食的醬料 現在就自成一門生意了 國內知名的醬料大廠 為了調配出客戶心中想要的醬料 他們培養了一群陣容堅強的 味道復刻師 這一群大師級的人物 可真的很不簡單 您吃在嘴裡的醬料 覺得滋味很美味很柔順 都是他們這麼一口一口試出來的 為了讓味覺更精準 他們每天吃的清淡程度 是超乎你我想像的 每天上工前要做基礎的 味覺測試之外 而對於客戶寄來的樣本 他們必須精準地拆解 成為正確的成分比例 客戶想要什麼樣的味道 他們必須要成功地複製出來 而除此之外 還要能研發新的味道 而市面上一瓶一瓶的醬料 這果醬 糖漿多半都是他們的心血 您相信嗎 光是一種糖漿 可以拼出八億的業績 裝著透明液體的涼杯裡 分別加上糖 檸檬汁和鹽巴 要能正確嘗出甜 酸 鹹 是每天最基本的品品歸零測試 請問酸是幾號 好 都正確 甜是幾號 也都正確 鹹 好 那都沒問題了 號稱沒有調不出來的味道 他們是一群味道復科師 不僅日常飲食 只能清淡 每天上工前 得先通過基礎味覺考驗 接著將客戶寄來的醬料樣本 一一拆解 麻辣醬的口感是怎樣 我們這個麻辣醬吃起來 應該是有蔥 薑 蒜 花椒 去爆香過的辣油 對 它吃起來還滿辣的 經理 我覺得我們這次 要買那個新鮮的藍莓 回來自己熬這個果醬 它那個果醬的感覺 是水果濃縮的 不是去萃取的 簡單來說 客戶想要什麼樣的醬料 他們就得復科出 符合客戶心中的味道 但有時寄來的樣品 直叫人頭皮發麻 雞排店不是有一整箱 那種醃雞肉的 下面那個血水跟醬汁 它就撈那個起來 寄來給我們 要我們仿那個醬 然後我就有點害怕 可是還是硬著頭皮吃下去 我們必須要有那個勇氣 能夠是接受業務 任何丟過來的一些樣品 你也必須要能夠去把 裡面的味道 然後以真實的比例 去給它還原回去 試吃完 開始買手寫成分表 靠經驗去解構各種原料 和成分比例 著手進行打樣 今天要做的是一支和風醬 它主要會用在便利商店 搭配沙拉使用 預計春天即將上市的 超商沙拉醬 研發人員正在進行比例校正 另一頭調配的 是用途廣泛的韓式泡菜醬 我們會基本上 我們會加入一些辛香料 例如蒜頭 洋蔥 還有韓式泡菜片 然後還有我們的辣椒片 一天裡從研發部門 調配出的醬汁補下十種 大多得用新鮮食材 像這款超商龍頭 使用的麻辣兩面醬 蔥 薑 蒜 洋蔥 絕對少不了 我們為了要讓這款辣椒醬 更有層次感 味道更有層次感 所以我們裡面 用了沙拉油跟豬油 來做我們爆香的這個油 這個行業不僅要愛吃 懂吃 更要用科學的方式去分析 怎麼做才好吃 所以味道復刻師 必須是食品相關科系畢業 起薪三萬 經理級可達七萬 藉由你吃很多的調味品 然後累積下來的一些資料庫 在你吃到錯的樣品的時候 你能在腦海裡面 馬上能夠反映出 這是什麼的一個原物料 然後它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國內老字號醬料大廠 光一瓶牛排醬熱銷三十年 全台市佔率第一 不僅有堅強的復刻陣容 更研發味道 不需打低價策略 成功讓速食龍頭 和超商龍頭敲盡大單 傳統或是一般大眾市場 他們都是會比較傾向於要低價 可是我告訴他們說 你們一定要沒有上限的去做 成本你就不要考量 你先把最好吃的東西調出來 調配到 就是因為你把這個門檻拉到這麼高 做到這個程度 客人非常喜歡 可是是我們做得出來 但是是您可能買不起 懂嗎 今天就是因為再往下的 我都調得出來啊 機器裡攪拌的 就是超商咖啡 所使用的真果糖漿 第二代接班 光是去年拼出八億業績 生產出的各式醬料 全台市占率高達六成 出去到外面 尤其是吃Buffet Buffet它醬最多 那我們就是會這樣 第一盤一定是吃沙拉 當我吃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可以在更好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們的業務說 這一家你可以去談談看 推我們的東西進去 把抽象的味道 靠排列組合 化成具體 這醬料廠裡 最神秘的白袍部門 掌握著企業成功的獨門秘方 也突破味覺的 無限可能 另外來看到 自從電影阿凡達之後 很多人開始真正感受到 這種立體畫面的魅力了 最近有了好消息 阿凡達大導演 詹姆斯卡麥隆 他宣布要開拍阿凡達續集 並且要引發一場電影新革命 這就是第二集的阿凡達 同樣將是以3D放映 但是跟之前不一樣的是 觀眾你不用再戴任何眼鏡了 接下來你要看到的是 所謂的裸式3D技術 目前也有台灣的團隊 在鑽研這項全球矚目的技術了 他們先將軟硬體 結合在舍機裡頭 不光是在科技展上面 受到好評 甚至也已經獲得了 國內外創投圈的投資意願 從3D進化成裸式的3D技術 來看看這群科技人 他們如何的完成夢想 看看星際大戰中的概念畫面 有可能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嗎 一開始大家都相信 只要努力一定就能完成夢想 但是後來因為這個箱子可能比較厚重 然後比較大 所以現在那時候市場接受都不高 所以我們也大概在兩年前就很快地轉到 手機殼 就是裸式3D 一點都不浪費創業階段的寶貴時間 不再堅持可能會造成發展大阻礙的最初理念 林玉軒和同樣來自聯發科的技術長 柏唐宏 加強跟交通大學光電系教授 黃以白團隊的合作 讓3D技術重新以使用者考量為研究重心 裸式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戴眼鏡 對 然後你就可以有3D的感受 那3D的話就是你可以 例如說看著你的螢幕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左右 看到它的旁邊 讓你不用戴眼鏡 就可以有 有種身在電影院戴3D眼鏡的那種立體感 好 你看 你看我剛才拍你的照片 裸式3D不光是讓他們的創業之路有了新亮點 同時還設置了高難度門檻 讓其他競爭者很難一較高下 稍微有考一下 它是這樣耶 它是這樣耶 就會有效果了 就會有立體的效果 你要試試看嗎 我要把手機殼拍下來 大家可能都以為我們是做 手機殼做配件的 但其實我們是做軟硬體整合 就算它有同樣的硬體 它也不會達到我們同樣的3D的效果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認為 能夠說到軟硬體整合 才可以讓我們技術盆看加以提高 譬如說軟體沒辦法做硬體 這才是我們為什麼要 著重在軟硬體整合的原因 最近 深度學習的開發 深度學習就是 能夠讓機器去模擬人腦的行為 那我們也是在今年 陸續看到很多的外國的paper去寫說 它可以用深度學習去做到2D轉3D 讓機器像人腦一樣去瞭解說 我自己用一隻眼睛 我也知道這個空間中的深度是怎麼樣 其實這樣子的東西 在之前的Google的YouTube 他也曾經也想做過這個功能 但是那時候因為做的效果不好 所以他自己就把它拿掉了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應該也是 滿多人都想到要做 但是現在 還做得不是很好 也只有等到 最近深度學習起來 才第一個 我們算是很前面要做這樣子的共識 而且有好好的認真地把它做成商業化 目前還沒有看到其他家 在做2D轉3D這件事情 只要真的完成深度學習的目的之後 未來任何原本已經拍好的平面照片 或是影片 透過程式轉化 通通都能變成3D影像 2D的畫面的話 你通常就是只能看到正面 那你就看不到它的側面 那用我們的AI的技術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臉的深度 輪廓把它描繪出來 一般的行情價不是什麼幾千塊 或是幾萬塊那種 可能是一分鐘的影片 要花30萬台幣 它的交期也很長 大概要兩三個禮拜 目前換到標準大概0.7秒 可以再快一點 有機會可以到0.1秒 0.1秒 你是有換什麼新的架構嗎 有 最近有再試一個新的架構 現在我們的話 我們幾乎是如有糖 一分鐘的影片 我們大概是一分鐘以內 我們就可以把它轉圜了 不在硬體上打架格戰 全力衝刺 軟體優勢 只要有想法 願意多變化 老話題依舊能玩出新事業 不用戴上3D眼鏡 想像一下 光身處在電影院 你的周遭會讓你很有立體感的 這真的是一種 讓人很興奮的新技術 對抗現在的網路盜版 以後就靠它了 在電影院裡面看電影 也會更有看頭 而這幾年不光是3D 其他還有一種更吸睛的新科技 在改變你我的生活 那就是AR VR 虛擬實境的互動技術 這些技術在娛樂 在健身 在購物等諸多方面 都已經開始應用了 而且會帶來巨大變革的 我們光看這個統計數字 看看全球的 VR跟AR 頭戴裝置的出貨量 到了2022年將來到6183萬台 VR跟AR相關的服務產值 也將會呈現跳躍式逐年成長 其中以2017年來說 虛擬實境的服務產值 114億美金 專家就預估了 以後來到2021年 這個產值即將來到2150億美元 複合平均的增長率 更是達到113.2% 各行各業都會因為 這股虛擬風潮 有不一樣的風貌的 其中一個行業是配眼鏡 現在如果要去眼鏡行 配眼鏡那就落伍了 台灣有一位創業家叫張又甫 他發明了這第一款 眼鏡虛擬世代的APP 挑鏡框配眼鏡 統統在網路上就能搞定 也因為省下的店面 跟店員龐大成本 他的眼鏡比一般市值 便宜了3到5成 紅的 黑的 金邊的 圓的 方的 粗框的 挑鏡框配眼鏡傳統式 是今年最流行的金屬細邊框 戴在臉上一定很好看 還不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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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挑眼鏡 要這樣才流行 眼鏡立刻就是會有人臉追蹤 追蹤到他適合戴眼鏡的位置 然後他如果覺得這個眼鏡 比較低或高 他可以挑一下眼鏡的上下 眼鏡看著鏡頭 喜歡哪副眼鏡 點選一下 眼鏡就會自動繡在臉上 觸控可以調整鏡框高低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就連邊框都秀得 立體感十足 我們這是3D的建模 所以它變框刻地立體 讓大家真的好像是看眼鏡 在戴鏡子 就在鏡子那邊 選眼鏡的感覺是一樣的 可以 一千多副眼鏡 搭上3D試戴功能 挑眼鏡就像照鏡子一樣簡單 只要動動手指頭 選好鏡框 再輸入度數和銅具 眼鏡就能宅配道府 配眼鏡只需要輕鬆在家 攬在沙發上 好壞妳 我覺得這麼好 可以 可以 不是兩個好姐妹 一邊逛街 一邊分享 滿可愛的 我喜歡這個 這個顏色很特別 對啊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特別 這個顏色很特別 眼鏡業生態在改變 用科技顛覆傳統 發明出全台第一款 3D虛擬濕帶眼鏡APP 的是她 張宥甫 一個遊戲 像任天場現場遊戲 它從2D要變成3D的 像我昨天買那種超級瑪利歐 那個其實就是背後面 有很多的運算跟所謂的3D的 這種建模的技術 那個其實是一個 跳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說我們那時候 在APP的時候 我們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在研發說 怎麼讓那個擬增度 B增度能夠提升 在自家店裡邊尋店邊思考 張用甫一個想法 要把配眼鏡搞得像自助旅行 就這樣花了3年時間 研發出虛擬世代APP 但最難的門檻 始終是驗光 張用甫了解到 線上線下結合的重要 所以在古亭站附近 開了一間最隱秘的眼鏡行 只做熟客 先用APP挑好鏡框 到店驗光就能取貨 一般眼鏡店 都有兩三個店員 因為它來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 是要跟它銷售 可是我們來這邊不是 因為來就像自助旅行 你逛一逛選一選的 然後你在這邊就是 你就是確定哪幾支藥 就是要確認那個好不好看 還有度數問題 吃起平大的空間 一個下午 就用五六度熟客上門 一般眼鏡店 每天超過三分之二時間 在閒置很沒效率 把挑眼鏡的時間 空間放到網路上 節省的成本回饋給消費者 張又福賣的眼鏡 比市價便宜三到五成 營業額三年翻十倍 但回想當初創業過程 哪有這麼順利 大學念的是土木工程 但因為個性活潑 張又福進入社會後 第一份工作 跑到了IBM當業務 年薪百萬元 2010年他毅然辭職 選擇創業 幫小農做電商 但花光積蓄沒有成功 張又福越挫越勇 四十歲第二次創業 和同事合作 花了三年時間研發 把AR技術結合眼鏡 3D建模 推出虛擬世代APP 還要跟上潮流 近況上架 速度是關鍵 從資料庫看出 我們哪個賣比較好嗎 我們資料庫分析之後發現說 其實以年輕的族群來看 他們還是喜歡偏黑色 然後的大框 先拍照 再修圖放上APP 近況從幾百元的 到國際名牌都有 週週上新貨 讓消費者有新鮮感 但賣眼鏡不是最強項 更厲害的是還能出租斷錢 這樣跟我們住 大概都是上百間 好幾百間店的人跟我們住 那單店的其實 現在反而有一些小店會說 我可不可以有點像 把我們當PC號碼 就說我可不可以上架到 你的所謂的 商店街這種概念 這次我們當初 其實沒有想到 規模兩百千以上的店 一個月租金九十萬 商店街的概念 讓軟體被廣泛使用 未來還要升級 推出虛擬隱形眼鏡世代 從曾經的業務人生 到顛覆眼鏡市場的科技革命 張用普中年轉行 用創意開創新商機 休息一會兒 下節節目回來 我們要帶您看看 認識這個新興行業 什麼是衣櫥醫生 這位非典型的醫生 他專職哪些疑難雜症呢 稍後回來告訴你 歡迎回來新動大未來節目現場 來看看你家的衣櫥 你有多久沒有整理家裡衣櫥了呢 是不是也曾經忘了自己 有什麼樣的衣服 而發生重複購買的狀況 近年來興起了一種很熱門的行業 叫做衣櫥醫生 他專門到府上幫你整治你的衣櫃 衣櫥醫生不單只是幫人整理而已 他是從頭到腳的 他先用科學的方式 測量你的身體密碼 在了解什麼樣的衣服適合你之後 他就會開始著手 把你的衣櫃裡頭不適合你的東西 全部斷捨離 而最後再利用舊衣服 搭配出新的創意 他會拯救每一個失控的衣櫃 整個衣櫥雜亂無章 該折的沒折好 該掛好的卻四散 拚命擠進去的 也拚命掉出來 這個衣櫃可能病得不輕 需要我的幫忙嗎 整理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難 白袍天使降臨 要開處方治療衣櫃 但第一步不是教你怎麼整理 而是先解構你的身體密碼 現在我先幫你量你的臉藏 妳是屬於就是五官給人感覺 比較輕巧的女生 所以其實你一定常常會 就是被人家覺得就是好像 會比你的實際年齡看起來更小 先從臉型五官科學分析 再從身形找出適合的穿搭 這些測量數據的目的只有一個 幫助客人重新檢視自己的衣櫃 像這一件 它就是在你的臀部比較寬的部分 又幫你做了加強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讓你的視覺比例看起來 下半身更加的寬廣的感覺 整理衣櫃的首要步驟 要先學會斷舍離 不適合穿的勇敢割舍 所以這個顏色算很美 我只能捨棄了 對 好 很亮耶 你要帶回家嗎 沒有 你丟那些衣服會不會行得 完全不會再太好了 就是有人告訴我說 可以把這些衣服丟掉 對 我本來也就覺得他們不適合了 那有人鼓勵了我 那我覺得太好了 八十一年次的賴婷禾 成為衣櫥醫生兩年 專門道府替人整理衣櫃 並提供穿搭建議 一小時收費一千二到兩千元 每個案件基本時數四小時 會成為衣櫥醫生 其實是因為曾敵不過快時尚的誘惑 而對環境的懺悔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買這些漂亮的衣服 然後去 可是我對於自我道德的譴責就會很重 對 所以我在想說 到底有沒有一個就是 可以讓我買衣服買的安心 但是又對於環境的負擔不要這麼大 或者說甚至沒有負擔的方法 快時尚的浪費有多可怕 走進上班族女性的家裡 看看這一袋一袋的黑色塑膠袋 裝的都是即將丟棄的衣褲 沒有髒污 沒有破損 只是退流型 看到喜歡就買啊 然後大家穿什麼就跟著一起買 對啊 那就是所以每個月都會花一些錢 再去買一些新的 一些不同流行的一些衣服 綠色和平組織 針對台灣二十到四十五歲民眾的調查發現 每年有四百二十萬件的褲子被丟棄 每分鐘丟掉九點九件衣服 一年下來被拋棄的鞋子 更高達五百四十萬雙 快速時尚的品牌他們已經不是把生產線 劃分為四季春夏秋冬 其實他們的要求就是每一個禮拜 都要有新的產品產出 不想再讓地球無法喘息 也看準流行之下的浪費商機 賴婷河披上白袍 踏入了整理數領域 就是這樣子的擺放方式 雖然它所有的衣服都感覺 放到衣架裡面了 但是你可以讓就是 你可以把改變一下它的擺放方式 就是左邊是厚重長 右邊是輕薄短 那在這樣子的視覺呈現下 這邊就會多露出了一些空間 那這個空間就可以擺放 其他的收納用品 此外 房間也避免擺放空椅子 容易造成脫下來的衣服 亂丟亂放 若真的需要有個衣物佔存區 也盡量越小越好 就是用一個有限的空間的量 然後把衣服 掛在這裡 並且一定要告訴自己 就是如果不想要有 這樣子的空間存在的話 就是當這個區域滿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做收拾的動作 檢視 丟棄 整理是衣櫥醫生標準的SOP 最後再教客戶怎麼搭配 讓就醫新穿減少為買而買 因為我就是之前有當過家事清潔員 所以我然後再加上我自己專研了 就是整理的技巧而我學會了整理 那後來我還要去穿搭顧問公司工作 所以就也會了穿搭的技能 那所以後來就把這兩樣結合在一起 因為當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自己的衣櫥裡面有 就是有什麼遺物的時候 你就不會 就不太會有重複購買 經過搶救 衣櫥恢復了呼吸 主人也因為對的穿搭耳目一新 衣櫥醫生動了刀 想快時尚宣戰 所以我們自己幫自己下SOP 就是幫地球做一場無痛的手術 來看現代人習慣用手機 但是說也奇怪了 被稱作是西洋產業的鋼筆市場 近幾年來卻是逆勢增長了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2016年的十大最行的商品 除了生活用品之外 就屬於整體銷量成長三倍的鋼筆 最受到關注了 而且不光是產品賣得好 根據台灣募資平台的統計 鋼筆也是前十大的明星商品 在這個很少提筆寫字的網路時代 為什麼鋼筆會越賣越好呢 來追原因了 看看市場上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趨勢 1980年開始以後呢 就鋼筆的人就已經做斷層了 通過這個網路教導一些年輕人 怎麼樣使用鋼筆 那漸漸這個年輕人呢 他也發現了就是說 鋼筆的好處呢 確實優於原子筆 鋼筑筆跟鉛筆 所以一下子整個由年輕人 整個就帶上來 的確在三四年級生的印象當中 鋼筆曾經是一種身分的象徵 但後來慢慢消失在 多數人的生活裡 一直到這兩年 他才又再度站上市場銷售排行榜 鋼筆其實已經像是 小型褒扶的形式 可以把罐裝的墨水 抽到鋼筆之中 再透過毛細現象 拉到筆舌上面 再透過筆尖出墨 他是廖宜賢 他是楊格 在這幾年的文創潮流中 他們倆是選擇書寫文化 當作發展事業的主要方向 數年前 我就是人生比較低潮的時候 當時我對自己 有非常深的一個質疑 那我的老婆 當時也寫了一張卡片給我 那卡片裡面的內容是 她寫了我五十個優點 對 那是想要提醒我 提醒我是 我是一個很不錯的人 要對自己多一點信心 那剛好在那段時間 楊格爾也寫了一張卡片 給他的父母親 然後也讓他父母親 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我們開始在思考著 書寫甚至是文字 它能夠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楊格爾 打樣來了 這是好爽 你看一下吧 還是有落下 有比字樣好一些 而根據國內平面媒體的報導 2016年十大最夯商品中 綱筆的銷售量 比起前一年增加了三倍以下 就連募資平台的前十大熱門設計 綱筆也在其中 好寫的筆是一定要貴的 貴便宜的筆一定不好寫 這個不能花上等號 價位像高的話 有上百萬上千萬的 一般來講差不多好一點的話 就差不多大概兩萬三萬左右 真正在寫完整的書寫的話 差不多三四千塊錢就非常好 其實書寫在現在 它已經不只是被侷限在桌面上 它可以成為你個人的一個 隨身的配件 可以成為你生活風格的延伸 既然有了發展方向 那要如何做 才能讓Made in Taiwan 可以在以日本跟歐洲為主的 鋼筆市場中佔用一席之地 台灣這樣子的一個市場 雖然不能說小 但是在台灣立足的品牌 很多都必須要 先衝破一個玻璃天花板 就是開始走到海外 然後讓國際認同 我們年底的出錢 從日本到德國到巴黎 過程其實是有各種各樣的困難 跟複雜的問題的 比方說 從一開始的報價 它就跟製作東西的報價 完全不一樣 當在展場的時候 一個購物走過來跟你說 他是購物 他想要以一個很低的折扣 比方說三折或四折 買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應對 那你應該關稅要誰支付 運費要怎麼計算 然後什麼時候 會抵達對方的手上 那我們應該怎麼跟對方收錢 從官會設計 到學會如何跟國外購物 溝通做生意 過程中他們發現 在台灣創業 之後要是想進軍海外市場 還有一個關鍵 是如何讓外國人了解 自己的設計之道 不只設計改 吸引年輕族群 市場也分析 這一波的文字熱潮 這樣的變形鋼筆 功勞也不小 說法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一支鋼筆 寫出來像毛筆 一支筆的形成 以我的想法 這一支筆的形成呢 是研發於中國大陸 可能這一支筆呢 可能掉地上 筆尖可能就歪了 寫 這怎麼可以寫出來 出戲的表現 有的人呢 就把這個書寫的視覺以後呢 上傳到蘋果 大脈齊齊呢 很多人就開始 從需要到想要 書寫的溫度 書寫的重量 都在字裡行間 休息一會兒 下集節目回來 我們的鏡頭要帶您來到 菲律賓 瞧瞧當地的國民運動 鬥雞 歡迎回來 心動大未來的節目現場 風靡歐美國家 幼兒界的滑步車 最近在台灣也開始流行了 但是這麼多款滑步車 卻沒有辦法 讓這個父親滿意 他是一個台灣的好爸爸 想買滑步車給兒子 但是他找不到 讓他滿意的 於是他自己創業 他用了汽車式的 設計的專業背景 花了一年的時間 打造出了 心中CP值很高的 夢幻車款 還沒有上市呢 不少亞洲 跟歐洲國家的訂單 已經如雪片般飛來了 準備了 3 2 1 來 空跑 小朋友 賣開雙腳奮力的滑 體驗速度快感 擁有腳踏車外觀 卻沒有踏板的 就是現在幼兒界最夯的 平衡滑步車 爸爸 你爸爸太快了 時尚外型配上螢光黃色 搶眼設計 這台滑步車的誕生 是出自於一位爸爸的愛心 可能烤漆不是那麼漂亮 然後焊接點不是那麼漂亮 然後一些安全的配備 也不太夠 找不到我認為 絕對是安全 然後CP值又高的產品 所以我想要自己設計一台車 為我自己的小孩設計一台車 在美國留學 念的是汽車工業設計 回台灣之後 進入自行車產業 發現市面上滑步車的缺點 讓設計師黃毅鳴 一腳踏進創業之路 為兒子打造他心目中的夢幻一品 腳踏車雖然零件很少 但是它的結構就是它的造型 所以你要怎麼樣設計的 結構又漂亮 然後強度又夠 然後造型又美觀 然後各個零件搭配起來都很完美 這都是要去嘗試的 譬如說輪胎的粗細大小 紋路不同 這就可以改變這台腳踏車的一個生命 花了半年時間從草圖發想車體外型 反覆思考最適合的材質和顏色 但是安全功能還是黃毅鳴最在意的部分 大概是130度 這樣剛好就是安全範圍內 然後轉彎也能夠轉得過 因為如果它 我不喜歡讓他們小朋友 有over steering的時候 它就會轉太多 它可能車就會翻車 不同顏色的把手 可以讓小朋友更輕易分辨左右方向 甚至小到輪胎的打氣孔 都要符合使用者的慣用角度 踏板 站立踏板 把這個平台加大 那小朋友腳很容易能夠站在這裡 可以站起來或者是把腳收藏在這裡 對於他下一步車要騎踏板車的時候 他有一個習慣動作 騎車的腳就是放在這裡 努力找到問題和需求 加以改善 像是這個彈性布料做成的吸車袋 就讓很多家長覺得貼心 可以把它很簡單的 把它套起來 然後保護好 然後還有一個背帶 這是市面上是沒有這樣的東西 第一個防塵 然後可以把車子保護得很好 然後讓你的車子也不會髒 黃毅銘夫妻 對滑步車市場信心滿滿 搶在今年三月參加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等待四天就接到來自日本 香港和新加坡的訂單 甚至有歐洲國家年度大單 也即將簽約 雖然說小孩可能生得比較少 但是父母其實更願意去培養小孩 包含運動這一塊像足球 直拍輪 滑步車這種 都很多父母願意去投資在小孩身上 如果以一個平均滑步車在市面上的單價 是四千到五千塊來說 目前可能一年的銷量 可以到達五萬六萬台 所以一年將近有三億的商機 滑步車運動持續發燒 國內外自行車品牌及代工廠 也紛紛投入這塊市場大餅 能不能長期站穩營收對新品牌來說 是一場討厭信心的內比賽 來看看菲律賓人 有一項國民運動是鬥雞 你很難想像 這個運動一年能替菲律賓帶來千萬收入 甚至有外國人到菲律賓 需要投資這門生意的 鬥雞比賽分成很多的層級 有一般鄰居間鬥好玩的 也有進到大型體育館裡面來爭的 場邊的民眾不只是看熱鬧 還可以下注 而且這一切在菲律賓都是合法的 我們的採訪團隊就前進了當地採訪 剛好碰到了當地 堪稱是年度鬥雞 三大賽事的其中一場 這比賽地點不馬虎的 是在馬尼拉的大型體育館 有規模 有制度 而且每個選手還有專屬的休息室 他們幾乎是把鬥雞 當成拳擊手在領域 鬥雞之所以備受爭議 左腳上裝的這個致命武器 是一大原因 層層疊疊用繃帶固定 刀子寬度比擊掌還大 正中完畢 從容赴矣 如同拳擊賽一樣的擂台 歡聲雷動 選手先是獲得英雄式歡迎 上場後先禮後兵 雙方選手互相靠近一共三次 輕拙嘴巴 象徵臉貼臉致意 就是主角換成場邊民眾 他們得會演是英雄 現在就是他們比賽正在下注 所以這個時候我至少不要做任何動作 因為任何肢體動作 都很代表下注的數目 像我剛剛把手這樣 靠在膝蓋上面 他們就說這代表是下注4000元 其實後來才知道 跟我手放在腿上沒有關係 關鍵在於垂在膝蓋 手指的方向和數量 以此類推其他金額的下注手勢也是如此 場邊這些大聲叫囂的人就是組頭 組頭先表態壓哪一支會贏 賠率越大表示兩支實力越懸殊 輸贏也越大越刺激 假如組頭開出AZ的賠率是1賠9 賭客花100元壓A贏 A真的贏的話 連本帶利能拿回1000元 輸的話一毛不剩 賠率有各個組頭決定 不斷喊聲銷吸引別的組頭來對賭 五分鐘內下好離手 比賽正式開始 門外漢全才看熱鬧 但專業達人越機無數 意圖先攻擊的大多是輸家 除此之外刀片綁在鬥技的左腳 因此選手左腳有力能夠連續出擊的 就具備贏面 第一回合只持續了30秒 白色鬥技已經倒地不起 但是這還沒完 只要選手面對面還能互著 就能進行下一回合 若實力翔擋一場比賽最長 可能到10分鐘 但這一場只花不到2分鐘 Game Over 最後白雞慘敗 場上的主角又輪到觀眾看牌 沒有辦法知道 每個人都在投票 但你投票前 會告訴你 你投票前 會告訴你 你投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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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告訴你 你投票前 會給你錢 你投票前 會給你錢 最後一場比賽結束後 立刻拆賬 對菲律賓人來說 這是勝率最大的遊戲 幾分鐘訂輸贏 也沒得作弊 全程透明公開 但偶爾也會有這種選手 班圖落跑的鬥雞 就像臨陣偷偷逃的戰士 觀眾立刻送上虛聲 而這選手即便在場上逃過死劫 但沾上他的鞋桶 不足連酒族也是滿門超戰 再也進不了鬥雞場 而落跑鬥雞的四組 將被組頭列為下注的黑名單 他們要記住 投票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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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誰 這些事情 有10人 他們要記住 他們要記住 他們非常好 要說這個鬥雞比賽現場 是菲律賓治安最好的地方 一點也不為過 一點一疊鈔票 就在賭客和組頭手裡握著 擺在主辦單位桌上數著 或像這樣子捲成一球 在空中傳遞著 不用寫下注單 也沒人敢賴賬 這場鬥雞總決賽 從當天上午開始 一共進行上百場對決 一路比到隔天凌晨 整個體育館就像狂歡派對 還有攤販進駐 賭客賭累了 場邊喝杯啤酒 吃點薯條 爆米花 能夠耗掉一整天 根本沒人關心 受傷或戰敗的鬥雞去哪兒了 場外設置的鬥雞急救站 就是傷兵的去處 有些在經過縫合後 還有機會繼續打仗 有的就只能在這裡 走完他們的最後一程 隨著傷兵增加 急救站開始出現惡臭 場內的激情與悲情 還在繼續交織 鬥雞的犧牲 成天了菲律賓市賭的一面 卻是動保人事 不忍目睹的險性場面 下節節目回來 我們還要來看看 這些鬥雞是如何養成的 培養一隻冠軍雞可不簡單 先進的雞很重要 而飼養上有什麼獨門心法 稍後回來 歡迎回來 新動大未來節目現場 其實菲律賓人喜歡養雞 愛鬥雞 也不是天生對雞有特別的情愫的 而是對他們來講 這是一種最便宜 而且又很容易取得的玩具 因為在偏鄉地區 娛樂活動很有限 再加上大家對賺錢 其實沒有太大的慾望 因此養雞就變成了一種 很好的生活中心 因為你會有一個目的 要早一點起床 早一點睡覺 你的作息會非常的規律 而一般來說 上場比賽的雞年齡大概借在兩雙 四歲最合適 有的冠軍雞是可以連拿四場勝利的 之後就被四處當成寵物飼養 但是要能夠登上這種 大型鬥雞比賽的雞 可不是隨便養養就好 怎麼吃 怎麼動 可都要精心地來設計 這是我們叫腳底 要清理 一大早天剛亮 農場主任已經開始服飾 他的金主 對金主的每個環節 都是精心設計 我們有牙齒 所以他們掌握 他們把一個女子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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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看 然後開始掌握 或我們把一個 放在那裡 我們放在那裡 放下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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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公雞練肌肉 所以重心式的設計有巧思 底下才實行板阻隔 上方才變成網狀 因此想要一睹母雞風采 舊杯 努力飛 我們想他們 真的充滿身體 但不太厚 如果他們太厚 那意思是 他們有太多汁 或是脂肪 如果他們太厚 他們不會有這麼快 也不會飛 就像人要練肌肉 光靠運動還不夠 吃也是關鍵 脂肪的脂肪 會有15% 然後 浸泡 溫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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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透露 每只的鞋桶跟族谱也是秘密 每完成一次混种 鸡的身上都会坐上记号 脚爪上打动 就代表这只鸡父母品种的来源 翅膀上的编号则是鸡的名字 但混种比例的不同 也关系着每一只鸡的战斗力 子指如何 每个礼拜农场都有练习赛 扶上刀片布绑绳 利用动物的斗性看出选手实力 短短20秒 B4已经看出端倪 这只黄毛鸡腿踢得比较远 攻击次数也比较多 战斗力明显胜出 我们每天天赛 每天天赛 每天天赛 然后我放一个颜色 最高的颜色是A+. 看人类一样 选手的体重也是战略要精心计算 这就是颜色的重量 我今天做了这个重量 这是重量 然后这是颜色的重量 所以他仍然胜了 但选手实力若不够就当肉鸡卖掉 B4的趋务存起法则 让旗下选手变成斗鸡比赛的常胜军 B4也靠斗鸡晋升当地亿万富翁 他的斗鸡王国就在马利拉郊区 养殖场占据了整个山头 十公顷土地只饲养三千只 每只斗鸡的身价一万批索起跳 约合台币六千元 但就怕有人偷鸡 还选了一群专业保全 我第一次斗鸡是 我当我九岁年纪 我认为我九岁年纪 我没有意见 真正的斗鸡是 他们钻了一刀刀 然后他们在一坑 我非常感激和震动 他比较好 他赢了 大家都在召唤 我说 这是我的鸡 我赢了 菲律宾人崇尚英雄主义 在斗鸡比赛里 这样的性格表露无遗 观众乐于崇拜偶像 四组更欣然接受 当英雄的快感 就像马尼派克亚 一名的球员 在斗鸡比赛里 所有人都在国家 在整个菲律宾里 都在零 所有人都在看 当他抬起敌人 大家都在喊 这是你自己的鸡 50年来 他拿下无数个斗鸡比赛冠军 叱咤风云 现在走在路上 还有人找他签名 更有外国养殖场 向他取经 不过这项运动 因为残忍备受争议 一直是洞宝团体的眼中钉 台湾更是直接禁止 不过他还用动物福利角度 解释菲律宾这一项 国民运动 你说这是狠狠的 我们不认为狠狠的 30天之后 或者30至40天 他们在狠狠的地方 这些鸡鸡 他们在治疗得很好 他们在饮得很好 他们在飞鸡 他们在幸福 露天农场干净 空间大 好山好水 要怎么跑跑跳跳 在绳子极限的范围内 都没问题 即便抱在身上 也没有半点臭味 好 然后 好了 大概是这样 抛开间歇的残忍情节 在这个选手训练场 我们看到金钱游戏之外的 另一面 福利宾人对斗鸡的热爱程度 可以从这个口耳相传的玩笑 略亏一二的 福利宾人总会说 如果家里面失火了 他们首先要救出来的是斗鸡 其次才是要救老婆跟孩子 看来福利宾人民的生活 似乎已经离不开斗鸡了 但是这项运动 也引发了对动物太不人道 而且太残忍的风景 因为现在连科学界都在想办法 抢救这些专门换养 供人类食用的神主了 来带您看看 许多食品科技公司 正在着手研发人造肉 从动物身上去截取细胞 然后在实验室当中 得到成长所需的养分 至而再制成人造肉品 像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 以及英国维珍集团的创办人布兰森等 都看准了人造肉 未来的商机 他们都挹注了不少资金在里面 以上是今天的行动大未来 我是任小婉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